PS5如何开启4K120赫兹高刷模式 这个视频咱们普及一下 首先有两个先决条件 那就是你的屏幕 不管是电视还是显示器 一定要支持4K120或者4K144 最好带VR 第二那就是游戏 不是所有的游戏都支持4K120了 像大表哥就是4K30 大部分都是4K60 但是像使命召唤19、20 这种设计游戏 还有蜘蛛侠是支持4K120赫兹模式的 好具体怎么看 至于说HDMI的线用PS5自带的那格就够了 我们进设置屏幕和视频 我们先看一下已连接的HDMI设备的信息 就是显示器或者电视的 以我的LG C3电视为例 2160P就是4K 下面这个VR写的是支持 48-120赫兹 重点看上边的 当前视频影像输出信号 现在它输出的是3840×2160 这是4K 是60帧的 也就是说 即便我这个显示器电视 它是支持4K144 4K120 但是在PS5的主界面 它仍然是4K60 可能这样比较省电 兼容性比较好吧 下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进入游戏 以蜘蛛侠2为例 进入游戏之后它会黑屏 这是正常的 我们先进入游戏的主画面吧 好 现在我们来到了游戏的主画面 这个时候我们按这个PS键 切回PS5主画面 然后再进入设置 来看这个屏幕和视频 同样还是当前视频输出的信号 现在已经变了 刚才是3840×2160的60 现在变成了VR48到120赫兹 说明这个游戏 现在已经开启了48到120赫兹的模式 至于说当前游戏 是不是玩的4K 这个还要进游戏里面去设置 同样还是以蜘蛛侠2为例 它是支持很多种模式的 别的游戏也可以参考 进入设置 视觉设置 然后下面这个120赫兹显示模式 自动就是开启 如果你有一个4K120赫兹 4K144的显示器或者电视 也要在游戏里面打开这个游戏的 120赫兹高刷的开关 第一项这个高保真 就指的是4K 就是画面最好的模式 但是这个模式下它只有30帧 这样画面好 但是帧率比你即便开启了120赫兹 但是它也是以每秒钟30帧的画面 给显示器或者电视来输出的 那我现在这么设置是啥意思呢 那就是高保真 首先确保游戏的画面很清楚 下面这个120赫兹 我开启了它的高刷模式 那这个游戏它有一个特点 估计以后的PS5游戏 它都会有这个特点 那就是它在保持4K画面 清晰度比较高的画面的情况下 默认是30帧的 如果你打开了120赫兹高刷模式 同时你的显示设备有VR 设置成平滑什么的 它就可以把高保真的30帧模式变成40帧模式 多个10帧 但是这个效果是很好的 比30帧要顺滑多 但是又要比性能模式的60帧 分辨率清晰度更高 细节更多 这个在大屏幕上是有用的 如果你用的是27英寸的 2K或者4K区别不是很大 当我们退出游戏 比如关闭 如果你不玩游戏 最好是关闭 再回到主界面 这样比较省电 屏幕又黑了 大概又黑了几秒 这时候是显示器电视 是在切换模式 我们再来到设置 当前视频影像输出信号 又变成了4K60 又回来了 这是一个常见的模式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全部内容 给各位参考